简单的说我先告诉你们几项 首先你有没有看到 从2011年也就是民国100年开始 它其实进口它其实在下降的 请问2015年为什么下降 这是不是就值得我们来去研究了 对不对 再来请问你 从2016年是不是又在微幅的下降 到了最重要的就是2020年 这个2016到2020 它是不是在微幅的上升 好2020年1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有全球疫情爆发 台湾民事 对吧 好 那2021年在这边 2021年是不是全球爆发 加上本土疫情爆发 对吧 所以你看 本土疫情爆发的时候 进口需求大幅上升 值不值得我们来去报道 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意思 好了 大概先解读到这边 这些我们用粗略化来去解读 你必须要先产生的一个效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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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